小丑第1集 很难想象距离小丑第1集已经过了5年之久 他取材自DC漫画 却不是采用真正的小丑漫画角色当作主角 而是原创了一位更具悲剧色彩的社会边缘人物 亚瑟·弗莱克 当年编导们这一项如此大胆的决定 让电影获得破纪录的票房夹击 更让男主角瓦昆菲尼克斯成功拿下奥斯卡影帝的宝座 而这本该是一部见好就收的一次性完整作品 却破天荒宣布开拍续集 并且采取更加大胆的方向呈现 让我在看之前既期待又担心 不过当我看完电影已经超过3天 还是迟迟无法写完自己的观后感 反而是更期待去看最新的地狱怪客电影 所以这部本该是万众期待的小丑续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来听听我的观后感吧 这支影片不会爆雷所以不用担心 而我目前也开启了频道会员的功能 如果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也欢迎加入会员哦 我是Westwalk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剧情发生在第一集结束的两年之后 犯下多起命案的小丑亚瑟弗莱克被捕入狱 并在阿卡和精神病院中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同时他还准备要为自己犯下的罪 在法庭上进行审判 当他在精神病院中遇到一位崇拜他的病患 哈利奎英 两人很快的就发展一段极度扭曲又疯狂的恋情 而亚瑟内心中的小丑身份也再度被诱发出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 电影公司即将推出一部以小丑作为主角的刺激1995 还会描写他与哈利奎英之间的相遇与相恋 再让我们看到小丑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 这听起来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吧 只可惜制作团队的执行成果并没有成功达到吸引观众的水准 在格局相对比第一集更小的剧本之中 虽然非常有巧思的塞入音乐剧桥段 来代表角色内心的世界 但这些音乐剧的段落太多 所要表达的内容也过于重复 其实不是说不能用音乐剧呈现 但也许只要运用几段在电影中点缀就好 不然真的会让观众现在看到一半就会开始怀疑 这些段落是不是只为了填补这个篇幅不够一部长片的剧本 加上亚瑟在接受审判的法庭戏 跟传统的律政剧相比有很明显的张力不足 小丑双重疯狂的法庭戏 没有一来以往的精彩攻防 更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惊喜转折 但不得不说 如果你是为了演员们的表演而来 还是值回票价 瓦昆菲尼克斯再度带给我们精彩的表演 在亚瑟跟小丑这两个不同身份之间 收放自如 女神卡卡也成功塑造一个属于她个人特色的新版哈利奎英 在唱功的表现就不用多说 绝对是水准之上 更有趣的是因为这个版本的小丑 并不是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位犯罪王子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 小丑女哈利奎英 是在这段扭曲的恋情中 更为强势并能够影响对方的人 准体来说 小丑双重疯狂虽然很大胆的尝试新方向 可惜知新成果不如预期 音乐剧的部分不但没有加到分 反而还十分多余 如果砍掉音乐剧的桥段 可能片长只会接近一个半小时 这部续集 就像是一段在第一集时被删掉的结局 你可以想象黑暗骑士灵明升起的结局里 蝙蝠侠跟猫女 从此一起过着隐姓埋名的幸福日子 结果华纳突然再度推出一部续集 但他们拍的不是这对情侣 再度披上战袍行侠仗义 而是描写他们两人结婚之后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 这绝对不是观众们想看的对吧 小丑双重疯狂就是如此的没有必要 但最后还是得说 电影的摄影、配乐、魂音等技术层面 跟演员们的表演依然超乎水准 它绝对不是最难看的DC电影 但却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小丑续集电影 除非你真的很想知道 这位小丑在第一集的后续发生了什么事 不然就让美好的回忆停留在第一集吧 最后 我给小丑双重疯狂 3.5颗星 看完电影的大家 对这部续集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 如果你还没看过电影 但还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不用管我的观后感 你自己进戏院观赏的体验跟感受 还是最重要的 谢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 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 我会分享电影跟影集的观后感 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玩具人我的开箱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逛逛 最后也别忘记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为这个频道带来更多的帮助 但如果以上你都不想做的话也没有关系 还是很感谢你看完这支影片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